詞曲 李宗盛 别动 把眼睛摘下来 你的香水出卖了你 你不是想要惊喜吗 老公结婚纪念日快乐 结婚纪念日快乐 老婆 我的礼物呢 老公 我先去传授准备 十点进你潜水 一会儿见 我这就到 好 安史集团阎孟夫妇被曝挪用公款 事案金额巨大 具体情况正在调查 妈 妈你学习了 攻击者为死者十四岁的女儿阎孟 据了解死者生前被选入 安史集团挪用公款业案中 但因缺少关键证据 妈 我一定会还你一个真相 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发布会 四年前 泽家发生意外 我临危受命 赞代总经理 起初很多人都不看好我 也不看好安史 但现行的是 我没有辜负在座前辈们的信任与支持 安史经过了考验 这个奇迹是我们共同创造的 相信接下来我们会创造更多的奇迹 你不是最大的股东 说这样的话不合适吧 严总 你的能力我们大家都认可 但你也说了 赞代经历到现在都四年了 你总不能把这个位子不放吧 难道严总要赞代到退休 这是王总与我的股权转让协议 各位看看 王叔 您转让给我的股份 按照试价 我再多给您一个点 另外 我还给嫂子准备了一份礼物 王叔打开看看 留给您的时间不多了 距离嫂子过来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不对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五十五十九八七六五 咱们说好了 您是王太太吗 嗯 这是严总给您准备的礼物 呦 这礼物看起来真不错 应该挺贵的样子呢 是挺贵的 好几个衣呢 在座的各位还有意义吗 既然没有 我有 我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成了最大的股东 谢欣 谢谢你带泽家来看我 一会结束 别演了 储家的钱你一分都拿不到 安室家居给集团贡献了百分之三十的现金流 今天就算储夫人在 她也不会护着你 那又怎么样 你能有今天 还不都是我大哥给你的股份 是 我努力经营公司 就是不想毁了泽家的心血 我希望她回来的时候 能把更好的安室给她 但是四年了 我再舍不得也得接受现实 所以我要告诉在座的各位 今天我正式为我的丈夫 楚泽家 申报死亡 走 谢欣回家 别闹了 是死是活就凭你一句话 是不是意外你心里最清楚 谢欣下来 别闹了 早知道 当年小楚总的事情 另有蹊跷 我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把股份 转让给严真 请问您为楚泽家身报死亡 请问您为楚泽家身报死亡 您回答一下吧 来 各位不好意思 事故当天是你们的结婚计限日 请问您为什么会在船上呢 请您不方便回答好吗 绕一下 绕一下 麻烦您绕一下 麻烦您绕一下 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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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转 灯枯衣地 软静 昆妹 さあ 沉默在回踏踏踏黄花 吹起人醉泪无路人家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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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在说话 嫂子 没事吧 来 来 来 赵恩 叫人啊 是泽家的弟弟 泽恩 谢谢 小哥 你回来了 抱歉啊 还请各位媒体朋友先行离场 谢谢佩可 泽恩 欢迎回国 看大嫂的表情 可不像是欢迎我 还是说 不欢迎我这张 跟我哥一样的脸呀 泽家不在了 你是他唯一的弟弟 还没见到尸体呢 嫂子就咬定我哥不在了 怎么了 着急改嫁呀 就是 没良心 谢谢 小叔不妨有话直说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不同意申报死亡 我们不同意 小叔 这件事情 我劝你少掺和 不然呢 嫂子也要让我失踪了 你说什么呢 大成哥 你别管了 嫂子等这一天 很久了吧 公民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 满两年就可以申报死亡 最长实现是四年 我哥死了 股份自然落在嫂子手里 加上从其他股东手里套来的 你确实可以成为最大股东 但是不好意思啊 我哥手里的股份 有一半是替我代吃 而我的那些股份 嫂子就别惦记了 以后 还请嫂子多多关照 给我吧 走了 你对百合顾敏 太故意了吧 我先跟记者们打个招呼 楚泽安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不行 我一定要尽快想办法 进入档案室 找到当年我父母 贪污案的真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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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查查 还有 明天 帮我请三位股东吃个饭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给你订了飞塞布鲁斯的机票 那边一切都安排好了 每年给大嫂的股份分红 每年给大嫂的股份分红 一分都不会少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你到底要干什么 问题那么多 我该先回答哪一个 大嫂肯时间吗 对方敢明目张胆子集团放肚 就说明我万全的准备 这一次我能救你 下一次就没那么巧了 大嫂是真不怕 不劳小叔操心 不好意思啊 三位叔叔 来晚了 空着手来不礼貌 给各位带了点小礼物 张总 您黄金城的十几套大别墅 不少钱吧 颜总 您这是 希望各位喜欢 听说 桂公子在国外学习成绩很好 还喜欢研究枪支器械 不过他所在的那个区域 枪支好像不合法 那为了安史集团的未来 多谢三位前辈 愿我们合作共赢 我已经警告过他了 他应该会收敛一些了 看来这礼物 大嫂不打下收了 小叔真的想帮我 小叔 那不如小叔把股份让给我 我让你离开就是在帮你 你知不知道 你那天如果在休息室 待得再久一点 那毒性能要了你的命 我死了 股份自然回到楚家 你为什么非要我走呢 因为 我是个好人啊 你为什么会给我一种熟悉感 你到底是谁 再问你一遍 为什么非要我走呢 刚刚不是说了吗 因为我是好人呀 还是 嫂子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人 我自己不是要的 老师 香港人 你也不通选 可是很無聊 所以我等一下 你不要可能 我去选你 你我不懂 换个牌子吧 味道太重了 嫂子 以后做事别那么激进 这个世界上 像我这样的好人可不多 无所谓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你可知这样下去 我心有怎样的危险 珍珍 千万不要调查我们的事 这是我们不得已的选择 妈妈对不起你 希望你健康 幸福 爸 妈 你们放心 明天我就能光明正大地进入资料室 查清当年的真相 无论是谁都不能阻止我 不管他是楚泽安 还是楚泽桥 看仔细点 别遗漏了 颜总监 拿好了吗 走吧 我是这个集团指定的首席财务官 查账的事情我还没同意呢 集团要有新的发展 旧账滥账 必须要清一清 出发点可以理解 但你要来查账 还是要走个流程 既然理解 就该支持 小叔不会忘了 昨天下午 对我说的话了吧 要不 我们换个地方了呀 好啊 小叔 颜真 放心 聊吧 好人 什么意思 出于对大嫂居住安全的考虑 我简单排查了一下 放心 你的卧室我没进 你怎么知道门锁密码 别告诉我 又是你大哥和你说的 我认为大嫂更应该在意的是 这些摄像头 到底是谁放的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出则家 你会不会对我的安全过度担心了 我是为了公司的安全着想 我是不能漏 不如今晚七点 小叔再来我家里看看 嫂子这么相信我 因为你是好人 跟你哥一样 不是吗 财物的旧账 就别查了 权限还在我这儿 我是不会给你的 没有我的授权 你进不了当暗示 如果你是他 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你去 我先去 我先去 你来 我去找严真 不 大家都在工作呢 你就让我进去嘛 我跟你说啊 那个女人呀 千万不能让她跟小哥独处 万一 哪天小哥要是也消失了的话 你说怎么办 我记得你下午好像还有专业课吧 走走走 走嘛 走吧 走走走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说检查卧室吗 哦 我觉得洗手间可能也不太安全 你帮我看看 行 他哪里来的难是多些 好 小诗大物 这里没问题 那 去过室吧 仔细点 踏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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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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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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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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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陪我熬夜 你 你先去休息吧 我忙完就过来 好不好 初自家 你家停电啊 谢莫杀驴是吧 找地方 藏好尾巴 别忘了 你身上还有别的事 你威胁我 就是告诉你消停我 别有命赚钱 没命花 马军背后的人 是不是和颜真父母的死也有关呢 即使马军走了 颜真也不一定会安全 见一面吧 你为什么会来 你跟董事长什么关系 你是要调查佳哥的死吗 我哥发生意外前你是否事先知情 不管你要做什么 都不应该利用银阵 那你为什么还要窃听颜真 你是想说你在保护他 我告诉你 保护一个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说出真相 颜真不是凶手 你说了不算 况且他对丈夫确实有所隐瞒 不是吗 每个人都有秘密 家哥的死跟颜真无关 那跟你呢 对于四年前的爆炸 你是不是也有些秘密 我知道你不是凶手 但你知道凶手是谁 我一直以为自己知道 所以才藏着这个秘密 但后来才明白 快记着死 家哥的意外 其实跟我想保护的人 一点关系都没有 简直可笑 你的意思是 整件事的主谋 你也不知道是谁 卢南居然没死 这么多年 他会藏在哪里 还有 吸眼得不错 但是楚泽家 你真是漏洞百出 刚好你回来了 帮我把这些丢出去 这不是我哥的东西吗 嗯 你这是干什么 哦 我呢 觉得你说得对 对 我不查了 也查不了了 交给警察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你可以开启新的生活 但 但你没有必要扔东西啊 救的不去 新的不来吗 什么新的要来 自然是 忘记救人 迎接新人 你忘记救人 也不必这么有仪式感 主要是这个手办 这个 嗯 还有这个 它都是绝版的 你这样扔出去 他们也会伤心的 啊 小叔还真是 心软的 绝世好男人啊 但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啊 嗯 什么意思啊 新人 是小叔呀 嗯 哦 我周末要出去一趟 小叔要不要一起 都收了新的公司 不批你的假期 不但男人机会更多啊 你不去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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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被我弟带绿帽子了吗 我才不信 你好 美女 晚上一起喝一杯呗 不好意思 太有约了 你谁啊 你谁啊 哎 问你话呢 你谁啊 我问你话呢 你装什么呀 老婆喝椰子吗 好新鲜的哦 老公 你不是说不来吗 都没人了 还演哪 老婆 都没人了 怕什么 老公 要找人就好好找 表演艺术奸案 卢南自从离开安史集团后 就下落不明了 极有可能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你还想怎么查 就算卢南不在了 也不代表线索断了 什么意思 不代表线索断了 你记得原宫档案上 卢南还有个妹妹吗 可他妹妹未必知情 只要让幕后的人以为 我们知情就可以了 太冒险了 我不同意 小叔别忘了 我是雇主 你得听我的 还是说 小叔觉得没有信心 能够保护我 帅哥 停个桌 不好意思啊 我约了人 chatting 既然约的人还没到 不妨临时交流一下 ält碰碰运气 万一有意外收获呢 美女 我的人生 从来不奢求意外收获 我的每一步 都需要有周密的计划 计划赶不上变化 意料之外的 才是惊喜 卢南的妹妹 的确是负责客房清理 但是我们没有保洁员的排班表 你这样 就是在赌运气 我们是来度假的 放松 小姐 您的咖啡 谢谢 换个人 也换个口味 换个口味容易 换个人难吧 是啊 换个人设挺难的吧 是啊 老婆 该做事了吧 哪儿去了 老公 我戒指不降啊 必须找 不行 赔偿 我 重要的是东西的纪念意义 不是价格 把你们的保健员名单发给我 我亲自来问 怎么样 我戏还可以吧 还不错 你怎么会有反应 这样一来 真正知道会计下落的人 怎么也会有反应 嫂子 如果我哥送你的戒指 真的丢了 你会怎么办 人都丢了 人都丢了 还在乎这一枚戒指 也是啊 真的吗 真的 你的上升星座是 你的上升星座是金牛座 金牛座非常 这 什么呀 凭什么投诉我呀 我 我 我不准 我怎么可能会不准 我算得没错呀 也许是他自己记错了自己的生辰 肯定是这样 大成哥说了 有很多人的实际生日 跟身份证上的不一样 我要重新申诉一下 臭丫头 你是来给顾承挑生日礼物的吗 嗯 今晚多喝点啊 清清就不用了 你们三个在密谋什么呢 他们俩要给我过生日 你要不要来 你身份证我见过 生日根本就不是今天啊 那身份证上不准 真实生日就是今天 只有我们三个知道 对啊 欣欣 我们一起吧 那好吧 走吧 还挺勉强 走吧 快点 不对呀 小哥怎么知道大成哥的生日呢 看来 偶尔度假还挺好的 只要跟爱的人在一起 在哪儿都挺好的 那你离开的这四年 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嫂子 这么多年 我一直一个人独居在国外 的确过得不太好 的确过得不太好 小叔 你知道吗 爱情里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任何事情 都可以两个人一起面对 好的爱情 是没有秘密的 说这句话的人 既不懂爱情 也不懂秘密 嫂子 我去楼下书吧看一下 有没有我上次没读完的那本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书 有没有 搞研究要严谨认真 大胆想象 小心求证 我先给我小哥看看星盘 今年有桃花孕哪 我再看看在哪个月啊 就是这个月 再来跟那个女人合个盘 这个盘也太符合了吧 密恋情 暗度沉藏 充满着欺骗和隐瞒 看来我错怪打扫了 小哥就是大哥 没有什么能逃得过我 楚心的一双慧眼 我得去找他谈一谈 照片都收到了吗 多找点水军 把热度再少高一点 书嫂绯闻 喂 你去了陆朝 是啊 来了才觉得 我这四年过得真是太选了 是跟楚子安一起吗 怎么 多个假还不能找个伴儿啊 颜真 你们先别查了 你们已经被盯上了 公关部收到了狗仔照片 什么 老板出来多个假 要不犯法拍就拍了呗 你们自己想办法处理 这么快就有绯闻了 看来 暗处的人已经知道我们查会计的动作了 不良绯闻会影响公司股价 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担心啊 当然担心 我担心他们把我拍丑了 也不知道这些八卦媒体 会不会修图啊 你不担心 之前我们怀疑的那几个人 最近都没有动作 但是 有关安史集团书扫链的绯闻 是被人刻意炒作的 几个参与讨论的娱乐账号 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布新闻 前期有人故意放出消息 后面 有一股未知的宣传投入 再推波出栏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的十二个小时内 会热度激增 舆论操作还挺熟练啊 要处理吗 王忠明跟营销公司交集最多 他最可以 没事 再看看 那 接下来 真的要 有人在盯着我吗 没事 不用担心 你先回吧 夜明寺 你现在没得了 不是 快了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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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眭嘴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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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嫂 嫂子 我 我算的 我 我看新闻看的 对不起 什么 我说对不起 你要不把面罩摘下来说呢 我说对不起 我怀疑有些事情是我搞错了 所以之前都错怪你了 我不应该跟你处处作对的 我也不应该那样说你 嫂子 我错了 你这几年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也很难过呀 对不起吗 要不你打我一下 或者你有什么喜欢的包 我买来送给你 你给我买包啊 嗯 嗯 是啊 那我的包都是你买的 公司的钱也都是你赚的 哎呀 好了 好了 道个歉 把自己委屈成这样 欣欣你进房间了吗 嗯 跟我睡吧 啊 啊 嫂子 你最好了 好啦 走吧 走吧 哇 小哥 你竟然让我吃甜点啊 你是多久没吃甜食了 嗯 小哥 你最好了 大哥从来都不让我吃甜食 嗯 小哥 你最好了 他是怕你蛀牙啊 没良心的 嗯 你好好拍 快点 哎 快点快点 小哥 你还记得你从那个尼泊尔给我带回来的那个红水晶吗 那个链子坏掉了 你能不能去找店家给我修一下 国内不能修吗 哎呀 这种贵重的东西它必须要去原产地修 要不然他的材质就不纯粹了 快 真麻烦 大哥 你暴露了 小哥从来都没有送过我洪水晶 那是你送的 你中计了 大哥 你暴露了 小哥从来都没有送过我洪水晶 那是你送的 你中计了 楚泽家 我厉不厉害 厉害 真厉害 那你动动你那厉害的脑袋官想一想 大哥他研究珠宝吗 他支持你搞玄学吗 那个洪水晶 是我买了让他给你的 还有 不是在尼泊尔 是在丹麦买的 我 给我 绣土 你拍的什么呀 难看死了 删掉 珍珍姐 我们上一次夜聊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记得那是你第一次来我们家过夜 虽然有客房 但是我非得闹着跟你睡一起 然后我们两个人聊天聊到凌晨四点都没有结束 是啊 那天 你睡到日上三干 我还要早起上班 真怀念那个时候呀 如果那个时候 不是你来给我做免费的家教 我估计连大学都考不上 那是你自己的努力 以及聪明的小脑袋瓜 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总是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是个很聪明的人 但其实 我就是个傻瓜 误会你那么多年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你跟泽家感情那么好 对啊 那个时候 我可是你和我大哥的头号CP粉 你俩那么配 外形配 而且你们的星盘还都很合呢 头有点疼 我帮你 好呀 珍珍姐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大哥一直都在 是啊 无论他在哪里 他一直都在 我相信 我们终有一天 会成逢的 我也相信 大程哥 还好有你 我一个电话你就过来了 你都不知道 昨天有多尴尬 我大哥的事情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明白 不过还好 有你来陪我 啊 早起的感觉真的太美好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呼吸 脚外那么新鲜的空气了 以后我每周都要来 大程哥 你说好不好 别 可千万别 你每天日理万机的 你听我讲 你又要准备毕业答辩 还要忙什么你的直播事业 还跟你的珍珍姐 斗智斗勇 哪有那么多时间 我才没有跟珍珍姐斗智斗勇呢 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你们和好了 我劝了你四年 一点效果都没有 是什么 让你放下屠刀的 什么放下屠刀 我才没有那么坏呢 我只是成长了而已 看来 我们楚心大小姐 真的长大了 放下仇恨的感觉 真好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痒 那你脱下来 我帮你看看 我 我正好戴了那个草药膏 我给你磨磨 算了 算了 你一个大男人害羞什么 你赶紧的 快点 真戴了 你看 那好吧 快点 你这样宽不来了 去看看 别人了 不要再一块 我找你 快点 我去找你 你去找你 石垣 你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找他 我们可以找你 这蚊子太多了 那我们去那边吧 好 走 卖领啊 你怎么进来的 房门没关 你怎么进来 欣欣呢 一大早跑出去玩了 那我们走吧 不带他 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带了他 狗仔们会不高兴 今天啊 就让他们拍个够 老婆 老婆 好啊 老公 好久没有清清搭自然了 这里好美啊 你也好美 有时候真的很想在这种地方盖一栋房子 和爱的人幸福得过一辈子 也只能是想想吧 人呀 很难随心所欲 拥有的物质财富越多 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 幸福很难被完整定义 而我的幸福 就是守护我爱的人 小王子里面有一句话 如果你想跟一个人制造羁绊 那么就要承担流泪的风险 不过爱情本来就是勇敢者的游戏 如果极度冷静 权衡利弊 是清醒 那么勇敢 纯粹 唯一坚定 就是觉醒 我希望在浮躁的世界里 遇到一个勇敢 纯粹的人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遇到过最勇敢 最纯粹的女孩 小王子里也有这么一句话 你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这还不够明显吗 你为什么会喜欢纸长小白啊 喜欢就是喜欢 是没有原因的 如果能说出原因 那就不是喜欢了 在爱情世界里 不能有精确的计算 不然就变成了一种评估 一种权衡 那你评估过多少纸长小白啊 就谈恋爱而言 其实 我也是个小白 真的假的 真的 那 我考虑一下吧 是 詞曲 李宗盛 回家喽 来得还挺快 只是拿公关当借口罢了 你想怎么处理 股东们要的是实打实的利益 而不是虚名 我手里握着股份 又能给公司带来盈利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我知道你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的危机 但这次 能不能交给我 阿姨 原来之前你一直住在你嫂子那儿 你们俩的丑事 公司里传得沸沸扬扬 集团股价持续暴跌 我这张老脸 真是被你们丢尽了 妈 我跟嫂子什么事都没有 你别听那些人胡说八道啊 现在事事已经摆在这儿了 你还狡辩 妈 我给集团造成的影响 十分抱歉 事事已经这样了 一会儿在古都内部会上 我会有个交代 一会儿如果有任何后果 我处则按一人承担 你 丢人哪 没想到我们安史集团居然会登上 花边新闻的头条 书嫂私会 这种有备道德伦理的事情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说不出口你还说 那都是他们胡说八道的 当时我也在场 那怎么不说孤嫂绯闻呢 我还跟 别说了 首先 很抱歉因为个人言行 影响了公司形象 但我必须声明 这个新闻是媒体在歪曲事实 眼见为实 照片上拍得清清楚楚 不是你们俩是谁 按道理说吧 年轻人谈恋爱 无可厚非 但是严总你 跟小叔子谈 这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吧 王总说得对 眼见为实 但这照片上 真的是严总和楚总吗 看什么看啊 不是他们俩 难道是你俩 王叔叔 我觉得你呀 应该去配个老花镜了 你说什么呢 从正面照看 的确是严总 但这几张动作亲密的背影 放大后可以看到女生体型 和严总并不一样 我认为 只是服装相似 加上狗仔的恶意修徒 制造了所谓的疏糟绯闻 各位放心 公关部舆情约案已经启动 我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说明 新闻发布会那是虚的 现在对我们安史集团 销售和口碑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实实在在 应该解决的问题 是啊 自古辟谣无人看 关键是已经影响股市了 就算严总深正不怕影子邪 但是在这个风头上 严总还是避一避吧 各位到底想说什么 我们商量后一致认为 严总正好可以放个假 好好休息休息 对啊 小楚总也回来一段时间了 是时候接手了 我也赞成小楚总接任新总裁一致 泽家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们有权怀疑 他到底有没有资格 继承泽家的股份 王叔所言极是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拿回本应该属于我们楚家的一切 言真 现在的确不合适次担任集团总裁一致 我这次回来 我很乐意 以集团新总裁的身份 接手安室集团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拿回本应该属于我们楚家的一切 言真 现在的确不合适次担任集团总裁一致 我很乐意 以集团新总裁的身份 接手安室集团 接下来 我给大家看个东西 事故之后 我做了几次大手术 情况一直不乐观 本想着 等情况稳定好转 再给他一个惊喜 看来没机会了 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他 嫂子 抱歉 我的错 我应该早点给你看的 这是我哥临终前的遗嘱 他已经将持有的全部股份转给了我 我会尊重我哥楚则家的遗愿 接手安室集团 一定不负众望 好啊 还是得靠小楚总啊 是 另外 我和颜真女士的书嫂绯闻 纯属无稽之谈 因为我这次回国 还有一个喜讯要告诉大家 这个月的月底 我就要举办订婚礼了 我的未婚妻Selina 还有一周就回国了 届时 还请各位闪光道场 一同见证 不好意思啊楚总 我也有个东西 想给你 和在座的股东们看一看 大家请看 这份是佳哥在四年前 委托我找律师签署的 各位看清楚 佳哥的股份 在他确认过世之后 全部留给了他的妻子 颜真女士 我也很遗憾地宣布 楚泽家先生 于2017年 12月17日离世 再说一遍 我就是我 而我的幸福 就是守护我爱的人 啊 我就是让你 你不记得我了 大树底下 拍立得 我看见你在树下的样子很美 就拍了一张 谢谢 我需要你假扮我的未婚妻 那你的未婚妻叫什么呀 你叫什么 严真 那我的未婚妻就叫严真 安史集团继承人楚泽佳 失踪四年终于有确切死亡证明 集团第一税为继承人楚泽佳 确认死亡 多年的高层股份遗云终于解开 据悉 是楚泽佳的遗孀严真 获得了全部股份的继承权 严真于四年前担任集团亲下 新锐家居品牌的总经理 集团第一税为继承人楚泽佳 确认死亡 多年的高层股份遗云终于解开 据悉 是楚泽佳的遗孰 听说 有人一直想要一个水晶球 只要你这次考好 我就买来送给你 吓啥 吓啥 甚至高修 在词曲 李宗盛 爷爷 别过来 言辰 对不起 我确实骗了你 一直到刚才的股东大会上 我都在骗你 但是接下来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的 我是楚泽家 我回来了 我是楚泽家 我回来了 四年前 我发现公司的财务出现了问题 明明是最简单的查查 但过程中我却处处受阻 不是推进中的合作项目出状况 就是竞标出现纰漏 后来 连会计都人间蒸发了 我才先先意识到 我面临的阻力有多强大 我们俩结婚青年日的当天 我收到消息 有人在邮轮上动了手脚 一旦邮轮离岸 就会因为发动机故障而引起爆炸 所以当时才让你不动声色 我好将计就计 引出真凶 我本想在爆炸前 换成小船回来找你 但是没想到 爆炸的时间比预计提前了太多 我重伤昏迷 被送去国外治疗 我素想后立马赶回国 没告诉你 就是不想你被卷入危险之中 燕燕 对不起 燕燕 好 燕燕 騙你是我不對 那些資料 是子安跟我一起錄製的 他配合我騙了你們所有人 都是為了幫我找出幕後之人 還有去了度假酒店之後的一切案板 也是我和顧長時間商量好的 那你那個不能說的秘密 到底是什麼 我其實是楚慕的養子 她是我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親人了 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 但是我自始至終都沒有傷害過顏鎮 我也永遠不會傷害她 好 那我告訴你 我希望以後我們可以並肩站在一起 我 就是楚澤家 家哥 我們要先引蛇出洞 再誘敵深入 我跟顏真先去度假酒店 放出風聲尋找會計爐男 你安排一些狗仔 前期發覺 爆出我跟顏真的緋聞 這樣一來 背後的人一定會借死機會出現 很快 我們就能知道幕後真凶 到底是誰 然後我們在股東大會上 先對抗 再出棄 可是我們需要整理的資料太多了 這時間上有點 這個你放心 我會讓我的老友 海外數據高手丹尼爾協助你的 那顏真呢 是否太殘忍了 我們這樣對她 是不太殘忍了 目前只能這樣了 顏真 對不起 你走吧 楚澤家已經死了 你不可能是她 哪知道 明天 會吧 也不可能是她 是我就 這次就是她 我對她只能不懂 你為什麼是她 可能是她們的 飞着飞着 掉了下来 你惊醒之后 哭着检查自己的腿 是不是摔断了 你每个月都会吵着要减肥 但每次都是虚张生实 吵不过三天 你看狗写韩剧的时候 会被感动到哭 却又死不承认 一开始 你来到安市集团 并不只是简单的修饰工作 你来到安市干什么 找资料 你有你的小秘密 后来 你遇到了我 你是安市集团的员工吗 我刚入职不久 我也是 你抗拒过 侦察过 怎样 痛 当你分辨不清真假的时候 那就是假的 最后还是与我相爱 成为了我的妻子 请你离开 请你离开 燕臣 楚泽家 你知道我这四年是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四年的时间有多长吗 像是很好玩吗 你把我们的感情放在哪里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燕臣 你走 燕臣 走 我的家家已经死了 你走 燕臣 你走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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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臣 对不起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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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回来了 我跟顾诚已经排除妈妈的嫌疑了 但我们推测 他手里可能握有幕后之人的犯罪证据 所以 我们还是要继续假装不合 才能保证你的安全 好 别笑了 我还没有原谅你呢 我开 呼喷 你 我 你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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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